两名黑衣男朝着一名男子 步步进逼到对象马路 大声叫嚣 甚至直接出手痛呕 警方到场后 双方还是争执不休 新北卢州深夜街头打架 原来因为不久前 一辆大货车与轿车 在路口发生擦撞车祸 22岁轿车驾驶 第一时间没报警 反而扣傲两名朋友到场驻镇 朝着53岁货车司机 一阵徒手殴打 造成他头部红肿 我怎样我又没怎样 快打部队火速压制 将逞生斗狠的男子 以妨害秩序带回派出所 情绪失控 街头暴走的还有下面这位 我的摩托车第一趟 一让沙石车直直撞进小吃店 而在这之前 他前前后后连撞路边店家 电塔蒙踹门泄愤 接着直接撞进小吃店 遭警方逮捕态度嚣张 原来无信嫌犯 日前酒驾缴不出罚金 最近要入狱服刑 心情郁闷 独自到小吃店喝酒 不满隔壁客人太欢乐 先失控 撒百元超爆口角 又开沙石车冲撞 这一撞店家损失难以估计 男子的酒侧值高达1.20毫克 最后失控 面临巨大赔偿 还有加重刑责 得不偿失 记者姚立强 范雅乔新北报道 我是张贝兹 播报新闻 让我增广见闻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也带您一起 总握每日时 事与时俱进 所有最新消息 热门话题都在中世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世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收音订阅